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里我家园 欢迎收看4月1号星期六的大台中新闻 复兴航空去年经营不善停航 交通部民航局重新分配航线后 由台湾虎航加入台中国机机场 在本周是推出第一条台中到澳门的直航班机 每天一个班次 而才推出一周呢 这达成率就突破了九成 要以亲民的价格抢攻台中跟澳门市场 虎航新航班开通 以后民众不用到台北和高雄搭机 从台中一个半小时就能够抵达澳门 顶着招牌虎班机翼的飞机 停在台中国际机场准备载客 台湾虎航近期正式进军中部市场 第一条推出的台中澳门直飞航班 这周正式起飞 吸引不少中部地区与澳门游客抢搭长线 不用再从前搭车到桃园区这样子 比较方便 大家从市区搭车过来 十几分钟就到了 所以很方便 呼呼 呼呼很好 以后会再当 我看到那个新闻也有说 因为很方便 这样澳门直接过来 一个多小时 台中因为看一下风景 清景 然后日月潭 每天一搬共180个座位的台中澳门直航班机 是虎航推出的第三条澳门航线 台湾虎航公司表示 港澳地区因为距离较近 是不少台湾旅客短程旅游优先选择 看重两地旅客来晚量稳定 且评价航空有价格优势 相当有信心能够提升20%的酝量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以整个航点来讲 澳门是我们现在班次最多的点 之前台北澳门一天四班 高雄澳门一天一班 那我想说我们对台中的乡亲父老们也要支持 所以我一上来 我一接掌统设长 我就一定规划说 要一定飞台中澳门 因为澳门客人跟台湾的客人 互相来往的频率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相信我们对这个航线 非常的有信心 不论是当地著名的普世蛋塔 或是前来欣赏华丽特色建筑与景点 越来越多台湾旅客喜欢到澳门度假旅游 既由新航线推出提供民众出国新选择 谢谢陈伯瀚李云轩 台中澳门采访报道